一个未知材料制成的空心球,其重量为160克重,将它投入容积为1公升沉满水的烧杯中,烧杯置于水平桌面上如土所赐,将球环以半放入水中后,若测得溢出烧杯外的水为100克重,则下列合者最可能为该球达到立平衡的状态。 我们晓得浮力一定是排开的溢重,所以溢出烧杯外的水为100克重,就表示它所受的浮力是100克重,因此这个球是不会是浮在水面上的,因为如果球浮在水面上,浮力要等于它的物重,而物重是160克重,浮力就应该是160克重,而不会是100克重。 因此它应该是沉到水里面,然后排开水100克重,也就是所谓的排开水100立方公分,表示球的体积是100立方公分。 球的体积是100立方公分,有160克重,密度是1.6,比一大会沉下去,跟我们的假设是相符合的。 所以我们晓得这个空心球置入,它会沉到水里面,因此第九题目我们说,则下列合者最可能为该球达到立平衡的状态。 我们答案选的是A,该球完全没入水中,且沉在烧杯的底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